意大利全国最大通讯社安沙通讯社在11号以台湾蔡英文总统的国庆演讲作为报道 凸显台湾不会向中共低头将强化自我防卫的立场 法国费加若报、世界报、法国24台等主流媒体近日也密切关注与报道台湾动向 法国新闻网站Atlantico10号以台湾为世界上的课让北京无法容忍为题 刊登巴黎天主教学院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兰可的专访 兰可表示台湾证明了一个中华文化与儒家价值的社会可以遵循民主原则 新台电视张瑞珍整理报道